我昨天已經托了村口的兩間地產公司 幫忙放你的房子了 那你租金想再加一點還是減一點? 隨便吧 不過上手租了也算是這樣的 我幫你檢查過了 只是壞了多士爐和微波爐而已 現在嘉嘉正在修了 你這樣不行的 不如讓嘉嘉過來這裡住你一下好不好? 隨便吧 現在離婚而已,不是世界末日了 也搶不完,我老公是我人生的支柱 我處理你的頭 那些男人早飛早著 你要搞清楚,你還有個妹妹 你才是她人生之柱 我搶不住了 搶不住,你也要搶 從今天開始 你應該為你和妹妹的將來打算 我幫你計算過了 你做了少奶奶這麼久 有一點積蓄,加上樓上的房子 你們倆應該是生活回歸的吧? 喂? 好… 我剛出來開門給你們,謝謝… 有客人…有人看你的房子 你是業主嘛 你也要看人家,是眼圓的 你快點起床,快點起床… 蘇小姐,我看你的卡片 知道你在中環上班 你住這裡這麼遠,你怕不怕不方便嗎 我不喜歡住市區 我快要貪這裡的空氣好 因為我的氣管有點敏感 對了,叫我Betty就行了 蘇小姐是高層 那晚上買職員就做得很晚了 我不怕,我有開車,所以也方便 我真的很喜歡這裡的間隔和設計 適合我的口味 其實間隔和裝修都是我一手一腳做的 是啊… 那我和毛小姐的廚師也挺合適的 你洗衣服最好 我租給你也很放心 蘇小姐看來思思文文 應該是好租客 我們明天簽約,我想盡快搬進來 這麼快的租客 我真的替當業主你開心,真的很開心 對了,我想在這個位置 安裝一個遮光的窗簾 我知道有雙熟的師傅住在這裡附近 我想約他上來馬上量度尺 不知道不知道把鑰匙交下不方便 蘇小姐,那不是不合規矩的 明白,始終一天還沒簽約 也不方便把鑰匙交下不方便 要是我約師傅上量度尺 量度完我關門,好嗎? 隨便吧,那你弄好,關門就走吧 好,一定…好,明天見 謝謝 你是毛瑞爾小姐? 我是…你是… 我是執達利 執什麼? 執達利,我們這裡通知你 你的單位之前做了議案 已經退工了半年 我當然是代表銀行來收回單位 請明天早上9點前搬走 收樓? 那封信我寫得很清楚 小姐,人家寫了十幾封信給你 你也不拆信來看 如果你早點拆信就知道騙你了 那些信是阿龍的 我怎麼敢怎麼拆他的信呢? 表妹,這個世界癌症很可愛 愛知又得救 笨真是沒辦法的 還說老婆的事 查一下手機訊息 開一下信就必做的 你不是要別人教人吧? 我們以後住在哪裡? 幸好你姐姐還有一間樓 我請你明天趕快告訴蘇小姐 你不租房子給別人吧 拜託你別哭了 你們倆是寶小姐,要先扔掉 是這條了 你插不進去吧 你轉好一點吧 是人靈鬼? 我也不夠,很穩定 驚喜,我是Betty Betty… 為什麼房子裡一樓一樓? 你這麼狡猾 你昨天說是鑰匙去量窗簾 你不是鑰匙搬來住 Betty小姐,不好意思 其實我因為某些原因 我要留在房子裡自住 我不可以再租給你 不,這間房子我也可以住 這份是葉權轉讓書 你老公簽名,你認得的 你看,他已經把半家屋轉給我 我也是這位業主 阿龍轉了半家屋給你? 別再說,你老公不行 所以你交斷工 豈不是欠他錢,然後給他當抵押 就是他是你債主 也可以這麼說 你老公還欠我很多感情債 小三 不如你加我的面子吧 我的面子上傳了很多 我和你老公拍的親密照 這裡是巴黎,這裡是威尼斯 這裡是日本浸溫泉,很開心 你臉色很呆,你一直都不知道 有我的存在嗎? 做女人做得你這麼頑皮 真是值得你做戲虎了 頑皮,多過你這麼折磨 有三個腳學人做小三 打一對開就行了 不,那你就錯了 誰說是小三折磨的? 男人的心、心和錢 全部都是給小三的 那大婆還不是輸的? 那就是她很喜歡你 她很愛你,對吧? 我想請問你留在這裡幹什麼? 你不跟她去風流快活? 你別說我,當然是你老公 我玩厭她,就飛了她吧 我飛她的 是呀,我飛她的 那阿龍現在去哪裡? 雀嘴吵 那就該死了,這男人雀嘴扔下你了 你知道你是什麼嗎? 你是新鮮滾燃辣的戲虎 總之這半層樓是我有份的 拜託你不要再在這裡吵了 你們走吧,你再不走個報警 這位小姐,你是不是需要報警? 我是林雅女督察 有什麼可以幫到你? 怎麼樣?現在大大了嗎? 大大了,但我懷疑你在家裡 我去賣淫,沒問題的 謝謝同學 謝謝同學 這麼巧嗎? 喂,喂 是 你的朋友嗎? 是 我和一個委員律師 從小玩大,我們很熟悉的 不介意吧? 胡先生,精神不錯 我還要來在兵宮潮那件事 令你很煩 我和胡先生在聊天 想罪教的,我打給你 胡先生,你這次快要大壽了 如果到時那些小傢伙 在你門口殺溪錢 搬紙貸公仔跟你賀壽 也挺大一禮事的 其實我讀書沒有勾養那麼多 不過姓在人面上說 黑白兩棟,我也認識別人 我收到一封了 有人故意收買那些小傢伙 假扮工人如木混珠 在裡面搞煽動 所以才會出現 突然擲爛車這件事 他收的封叫發阿楓 什麼封都好 輿論是傾向幫工人的 傳媒就喜歡幫弱勢 現在已經亂罵胡翁你是無良僱主了 如果讓傳媒知道 如木混珠這件事 別說胡翁你名譽掃地 到時地高國際的股價 也有影響 你還在發揮握風? 發揮握風? 你以為你認識我這麼久 知道我最喜歡幫人 胡先生聊天這麼久 都還沒介紹我自己 其實我的名字叫侯德士 我是做調解的 這張我的卡片多指教 你做調解員? 是的,只要胡先生 肯平心靜氣坐下來 跟工人的代表,大家聊一聊 大家找出雙方都接受的解決方案 這件事就解決了 你硬站硬,大家跑得這麼行 哪有好處? 不好意思,胡先生 原來我的朋友在這裡爭論 胡翁,你想想想 現在你們大家都爭論得這麼僵 應該找個中立的第三者 找出大家都雙贏的方案 那就認識了 是,挺好的,但為什麼要找你? 因為我是粗人一個 我對付這些粗人最有辦法的 這是法治的社會 法律始終是解決紛爭最好的方法 沒想到他這麼摸燈,思想這麼勾 可能胡翁你不介意扔錢去解決問題 但是你是社會言達 名譽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外面一變倒地罵你無良僱主 如果你突然站出來調解 哇,整個形象馬上明朗了 胡先生 你這三寸不難之事,還差點公平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 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這個鈴鐺 訂閱吧 小說什麼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